你又到了春天吃野菜的季节 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鸡鸡菜给大家做一个陕西美食 菜疙瘩 大家好 我是观想熊陈老师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我们将洗好的鸡鸡菜 先给它切成碎末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加入一勺熟油 锁住它这个菜的水分 再加入一勺盐 再来点十三香 先给它搅拌均匀 将它搅拌均匀以后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面粉 再加入少量的清水 这回我们就要上手 用手给它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揉上这种面团 然后我们揪一块 在手上搓一搓 搓上这种圆球 放入笼屉中 水开以后上锅蒸15分钟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蘸汁 先放入一勺蒜末 再来一勺小葱 加入半勺辣椒面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泼入一勺热油 最后再加入一勺香醋 一勺生抽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这个蘸汁就做好了 蒸好以后出锅 搭配上我们提前调好这个蘸汁 我们这个菜疙瘩就做好了 我先给大家尝一个 味道美得很 大家可以赶紧试做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